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为了钢琴的事情 小女儿她有兴趣弹钢琴吗 想要找一个很适合的位置 来摆放这一台钢琴 那因为摆在房间又觉得 房间感觉上 还是放在公共空间好 就是跟设计师沟通了很多次以后 那设计师就帮我们规划在 这一个廊道的地方 那因为她这个地方有好处就是 我女儿在弹钢琴的时候 我们可以坐在这边喝喝下午茶 听听她弹弹清音乐这样子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从故事当中我们了解 其实今天幸福的一家四口 找房子找了很久 非常忠心 然后始终地喜欢信古典风格 但是配合妹妹的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钢琴声当中 我要说 她们其实找到陈永祥设计师 这个故事跟电影的感觉也好像 当初就是我小时候玩伴 屋主是你小时候玩伴 对 之后就断练 完全断练进去 因为大家都忙 那后来一次我就接到一通电话 他就直接来找我说 后来要做室内装修设计的部分 最后他问了我一句话 你知道我是谁吗 因为你说什么 我知道 你是屋主 屋主的老婆 对 后来就是他才告诉我说 他新增是谁 因为我平常我就很喜欢看 幸福空间这个节目 那就是在寻找的时候 忽然之间 这个名字真的很熟 那就点进去看看设计师 结果一看 这就是我老公小时候的玩伴 他设计的风格就是刚好 就是我们想要找的 新古典的风格 那就决定就是 找他来帮我们做设计这样子 不过我们要聊一下 其实今天比较特别 是在整个房子 整个装潢风格需求的 沟通过程当中 屋主的大女儿明慧 听说你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对不对 算是 其实都有参与啦 OK 他现在是大一 是建筑系的新生 其实你喜欢这个工作对不对 我很喜欢室内设计 很喜欢 对 好啊 当初你们家的需求是什么 其实我们全家都是偏爱 新古典的风格 全家 一家四口四票都是新古典 但是又希望说 就是在新古典中 不要太过于华丽 就希望能够加入一些 现代的元素在里面 现代是为了谁 谁喜欢现代的元素 应该是我吧 你 对啊 你喜欢什么样现代的元素 那是银河系之类的 对啊 那是未来时尚的东西 对 你要放到新古典里面 OK OK 听完你跟妈妈 那承哲基斯 爸爸的需求是什么 你小时候的玩伴啊 他需求是自一个书房 书房 对 然后空间来讲的话 当然希望说能够 所有的这个空间能够宽敞一些 好 我们不能忘了美眉 美眉钢琴弹得这么好 她想要什么 她希望说这个钢琴 它有一个适合的位置可以买 最后我们就把它设定在 我们的这个栏房 不过最后 我当然还是想要知道一下 今天的评述跟格局规划 因为这样子才看得出来 其实还要把这个钢琴摆进来 它的难度有多高了 是啊 没有错 我们既然大概知道 它是这个三加一房 三加一房 那主卧 然后两间小孩房 加一个书房 总共的总共是 大概45平 45平 对 对 我要这个数字 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今天这个空间当中 要的东西蛮多的 是 来看看怎么样把新古典 把一些银河系的元素 把美眉的钢琴 爸爸的书房 妈妈跟姐姐的新古典 全部放在今天的空间当中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 其实一进来 我那时候觉得它的玄关好大 不过后来才发现它的玄关 其实就是它的前阳台 对 因为在它整个建屋的格局 来说的话 就是说我们进来的时候 它是前阳台 然后再过来就是 我们要进屋内的落地窗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跟屋主 就在讨论 不过我们就把这个前阳台 纳入到室内的感觉 那在地平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因为整个的主调性 可能会是走银河系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整个地砖 以黑跟银去做整个的搭配 金属感 就是有那种金属感 那在整个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进入到玄关的时候 会有一个鞋柜 会有一个端井 所以我们就把鞋柜 作为端井的造型 那就是来做一个比较现代感 那除了它可以做我们鞋柜的收纳以外 还有包括我们的展示 为了配合半户外的空间 设计师还细心地将柜体做了悬浮的设计 并且选用美奈版的材质 以达到防水防潮的功能 今天这个房子交到你手上的时候 是新屋 是毛胚 但是格局有没有动很多 格局动的并不多 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多挪出一个树房的空间 OK 好 那格局如果动不多 我就相信啦 没有一个房子出来的时候 格局是一百分的 一定有一些小缺点 我们从阳台进来之后 我们发觉这个客厅的部分 在电视墙的这一面墙来讲的话 它的这个凹洞深度非常深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般做电器柜 或者是做电视柜 深度了不起差不多在40公分左右 可是它这个深度已经到达差不多 70多到80公分了 倍了 那后来我们就讨论后来 现在呈现出来的模样就是 把这个电视墙稍微拉出来 然后后面放一些这个银材灯 然后塑造它整个电视的 电视墙的一个气氛 OK 好 那这一块食材谁挑的 因为还满少见 然后还满前卫的 是的 这个食材来讲的话是五组 那它的名称叫纽约纽约 接着我看到电视主墙左右两边 对称的这个柜题 它其实就是原来它的深度 对 原来它的深度 感觉上很深的 对啊 那我们当然就是以电视墙拉出来 这个感觉来讲的话就是 让它的这个深度没有这么深的 就是回归到比较正常的一个比例 我喜欢这样的设计的原因是因为 它就会跟我身后 封皮的这个墙的落差没那么大了 对 就没有这么大了 为了营造出钢琴区的氛围 设计师利用白色的封皮 搭配水晶拉扣作为墙面的设计 同时还强调地隐藏了客用卫浴的门片 手法也十分的精致哦 其实在整个设计上面来讲 我们不断地跟屋主在做一些协调跟沟通 尤其是在这个钢琴要摆设的位置 放在这个空间来讲的话 我们发觉就是说 在整个的空间上面 这个钢琴它不单单只是一个乐器以外 它还是一个可以作为展示功能的一个方式 那在整个的空间来讲的话 我们放射的位置并不会去影响我们太多的这个动线的问题 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跟这个屋主的大女儿明慧有聊到 就是今天这个空间当中 又要满足全家四口都喜欢的新古典 可是呢又要把大女儿想要的一点银河啦 一点时尚感的元素放进来 毕竟它是一个大裔建筑系的新生 可能想法也满多元的 对 最主要有新古典的风格 那我们就把它带入到 所谓银河系的这种感觉 让它融为就是一种混搭 包括我们在地平我们挑选到 就这么巧可以找到一个银河白的大理石 作为地平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家具 那家具来讲的话 我们是挑选比较属于金属亮面的沙发图 然后又有紫色 那这样整个融合起来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混搭的效果是 非常有点像这种少女梦幻的感觉 好 我们来看到餐厅 餐厅的天花板真的有银河系的感觉 是啊 在整个搭配上面来讲的话 在餐厅的部分 我们真的实在是还是觉得 穹顶灯照会比较好看 很新古典 对 所以那时候就跟屋主有讨论 就是说在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塑造出一个新古典的感觉出来 然后搭配我们整个水晶灯 然后包括我们的餐桌椅 这些东西来讲的话 包括它颜色都是跟我们整个空间上面 都有做整体的搭配 新古典的穹顶我看到了 雕花板甚至水晶灯都OK了 对 接下来要把你大明儿喜欢的那种 比较银河系的感觉加进来 那就是我们灯袋 就是我们的建造的部分 那以这个也是以这个粉纸社来做 整个的一个银河系的一个主题 在餐厅里面 它很像星球外面围绕那一圈 对 就好像是银河带的意思 OK OK 为了方便进出 屋主特别要求电动式的厨房门 特选的玻璃夹杀材质 点缀出了浪漫星空的氛围 接下来其实这一家可爱的四口 在沟通过程当中 我们来分享大家一个有趣的点 其实当初它们的色系上面 是很跳通的对不对 对 它当初就是也想要用到一点点 就是比较跳通的颜色红色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样子的配色 跟选择是对的 因为平行进气而论 它的配色是耐看的 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那现在的空间色系大概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很优雅 黑 灰 白灰主体 那会跳的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以紫色的部分 对 那我们在这个整个餐厅来讲的话 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在我们的餐厅的这个墙面 当初这个餐厅 它这个墙面来讲的话 是比较短的 餐桌摆上去 发觉它没办法自重 那所以我们就把餐厅的墙面 就在延伸 这一段是夹出来的 对 这一段夹出来 那夹出来之后到延伸到我们的这个 整个进入房间的廊道来讲的话 我们又再把它从规划这个 有展示功能的收纳柜 在整个这个整个空间来讲的话 我们大致上包花颜色啦 去做整个搭配 我觉得这样的设计 除了这个L角它是整体性 其实廊道也变得很有趣了 为了满足屋主工作上面的需求 设计师将原本的餐厅 隔出书房的空间 除了书桌也在窗边规划了卧榻 让全家人都可以轻松地在此休憩 我想讲一点点感想 是 今天这个房子 我觉得它每一个房间 甚至是公共空间 都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对 因为当初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除了这个开放空间 客厅 餐厅 囊道这些 当然都是有一致的想法 新古典 对 新古典 那在每个空间 他们都希望说 各自的空间有各自的一个感觉 风格是完全都不一样的 所以每个房间的主人都是私底下 跟你APV 或者跟你沟通 说我要怎么感受吗 对 是这样 是这样没有错 OK 那主卧室要怎么感受 主卧来讲的话 因为女主人比较喜欢有华丽感 跟时尚感 那所以在整个我们配色的部分 都有经过协调过 那当然就是我们黑跟这个黄金色 金 作为底 那再搭配我们的这个 主卧的这个床 我们它也是用这个黄金色 来做一个主轴 那在这边进来的时候 大家一定会跟我一样 眼睛一亮就是进门右手边 哇 那个 我怎么形容它那样的东西 我以前去参加演唱会 是 它门口一定会有卖一些那种 充足性看来跟会的道具 对 但是它是小小短短的一把 然后像千里散花 然后会变色 很难想象可以放在居家空间里面 所以我们在它的这个 化妆间这个部分 那我们再搭配整个的线连 黑色的线连为衬底 然后再用LED的这个 这个灯线来讲的话 做有点像午餐室室 跟一点银河的感觉 这样子来搭配 我问你喔 他们家晚上不要开夜灯 开这个就可以了吗 开这个非常有浪漫 好有情调 而且真的会有那种 温室室的氛围 是 没有错 另外我们再来看这边 它是一个更衣间 是更衣间跟化妆间是分开的 对 是分开的 在哪边 对 在这个地方 这个把手很酷 这是做一个对称感的 一个把手的设计 真的这样感觉 设计感也比较会有 对啊 这应该男主人身高高一点的 这女主人更是小一点的 是 那这个就是他目前的 一个更衣间的规划设计 其实这更衣室进门进去 这样一个摸字型的收纳量 然后我们不要做有门片的柜体 这样子的量还蛮够的 对 我觉得如果就是你的 主卧室的空间够 你可以切出一块方正的区域 那么可以参考这样子跟衣室的做法 对 它还不错 连斗柜的功能 包包柜的功能 吊挂长的短的 通通都可以放在这个里面了 没有错 除了主卧室之外 两个女儿的房间 也极具浪漫特色 因为我很喜欢紫色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在房间的塑造出 就是有种浪漫的感觉 然后也沿用在客厅 然后餐厅的紫色板 延伸进我的房间 为了修饰床头梁柱 设计师运用了波浪曲线壁板 搭配银色的烤漆 也呼应了明慧 对于太空银河主题的要求 真的很像在星空的感觉 因为是像我的床头板 它延伸上去 其实它要带一点银粉 那真的躺在上面的感觉 就是会有感觉像星星在你头上 延伸上去那种很舒服 像平常同学常常会来我们家 就会觉得我的房间真的很酷 很特别 非常的不一样 非常感谢陈设计师 帮我们打造这一个 我们心目中梦想的家 那因为在这整个过程 时间还蛮长的 就设计师真的是非常的贴心 在整个打造的过程当中 也陪我们去逛了食材 逛了家具 然后每个细节都做得很 非常的贴心这样子 让我们觉得很舒适 住进来感觉真的觉得非常的完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